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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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六月的独经挑战 我们继续看针言 今天我们会看针言的第十章 十一至到第二十二节 其实之前我们讲过 在第十章开始 就是一个的所罗门的针言主习 看到很多独立的一些智慧的言语 是从所罗门自己所编写的 那我们今天会看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我们都未必会续续续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二人的口是生命的传源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明哲人嘴里有智慧 无知人背上受形象 智慧人即存知识 如网人的口速致敗坏 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诚 穷人的贫乏是他的敗坏 二人的勤劳致生 恶人的进行致死 紧守奋惠的乃在生命的道上 遗弃窄备的便迷失了路 隐藏怨恨的有雪荒的嘴 口出残绑的是如网的人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二人的舌乃似高银 恶人的心所值无己 二人的口教养多人 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也会说所赐的福使人附足 并不加上忧虑 好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智慧 在当中 但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 其实第十一节那里 他说二人的口是生命的全员 强暴蒙蔽恶人的口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员 就是好像在我们的口里面 流出来一样 其实他说的是 你在一个二人的时候 你的口就会流出生命的全员 如果你是一个恶人的时候 正如有一些日本都会说 恶人的口就会出了一些什么呢 就是出了很多的强暴 很多的暴行在当中 就是说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 好像一个主题那样 我们可以独立地去看 但我们一起去看的时候 我就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 经常出现的就是一个嘴唇 口的一些的教导 譬如说第一节我们已经见到 第一节见到关于二人的口 那恶人的口又是怎样 跟着呢 明节人的嘴又怎样 跟着呢 愚妄人的口又是怎样 就是十四节 跟着呢 我们又会见到 在十八节开始 其实呢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节呢 这些呢 全部都是说说说的嘴 口出蚱蚌的人是怎样 多言多语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二人的舌 二人的口 这些都是 全部都是说说 关于口的一些的教训 其实呢 这段经文呢 告诉我们 好像就是我们的心里面 想着什么呢 我们的口呢 就会流露出来的了 所以其实我们特别要小心 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我们的意念 究竟是善 还是恶 那 好像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说 它说 恨能挑起争端 那其实挑起争端的时候 就是这个争吵呢 有些的译本会说 或者是一些纷争 既然要说纷争的时候呢 其实就好像呢 你 你start with a fight 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从我们的口 那里开始的 但是它就说 爱就是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 那其实呢 就好像 在说爱 好像一张皮那样 那样呢 掩住所有的人 的一些的争吵 一些的过犯 那样 那样 其实每一个关系的破裂呢 其实不是 没有原因的 一定要有原因的 那我们很多时候 就要想一下 其实关系的破裂 很多时候一开始 就是因为一个的口角 小小的一些嘴唇上面的一些的纷争 那令到很小事呢 都会成为一个关系破裂的 一个incidence 一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 就是 夫妻关系里面 都是 很多离婚的人呢 都很后悔 因为只是 因为 意气用事 或者忍不住 一时一口气 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说话 恨呢 好像刚才12节那里这样说 恨呢 其实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来的 通常呢 都是在 跟别人 喊完交之后呢 跟着 拗输了那个呢 就会有一些 恨在心的那种的感觉出来 所以我们都需要 跟别人去学习沟通 不要让这些情绪去支配了我们自己 或者是其他人 经文呢 里面其实有几个的方法 或者有几个呢 是沟通不良的方法 我可以说出来 就是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教材 好像第18节开始 他说 隐藏怨恨的嘴是怎样呢 就是会说大话 其实什么叫隐藏怨恨呢 就是说你心里面不高兴 但是你又不说出来 那你就心藏怨恨 在说的就是 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你只有个样子给人看 或者你又不说出来 那结果 其实你就好像在说大话一样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心里面呢 不高兴呢 他又不会说的 但是呢 在背后才说的 在背后说人坏话 那样的 那结果都是无补于事 令到自己呢 心里面 越来越高的奋恨 越来越大 一直都是在人家背后 在怨恨人家 而被人怨恨的人呢 往往都不知情的 那这个就是 很没意思的 第二样东西 18节同样讲到的 刚才我们看过 就是 口出蚕蚌的方法 这个就是 口出蚕蚌的人 是怎样呢 就是愚妄的人 蚕蚌的意思 其实就是 slender 就是类似 是毁谤 就是背后人家说人家坏话的 就是好像雅各书里面 经常都提到 我们不单止是言语上面的一些教导 更加是 不要在人家背后 去做一些批评 甚至乎 讲的是 如何去毁谤人家 中伤人家 那我其实很相信 就是这个世界上 就是没有一个 密不透风的场 就是说呢 如果你说了些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 很快就会传回到你的耳朵里面 那 当你告诉别人 我说些事给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的时候 很多时候 那个人都会 很不自觉地 就流了出去 就说了给别人知道 所以怎么也好 其实在说的是 不要做一些 毁谤人的事 不要说一些 毁谤人的说话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说别人的坏话 就会成为了别人 别人的一些 不单是半脚石 更加你也会 招致被人说的那件事情 第十九节 他说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其实在针言里面 这一节的经文 第十章 第十九节 都可以说是其中一节 很出名 很多人认识的一个经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这个是很自理名言来的 就是言多必失 我想我们需要 很多时候 或者我们想讨好别人 都会说一些 东西出来 去吸引人的 但是有时 越说得多 往往就会 越说不出 你应该要说的说话 就是我们想一下 有时我们说话 我们实在需要 好像在亚国书里面 去 去教导我们要 要紧紧我们的舌头 这样 我们有时 少说一句 就天下太平了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少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 这个是智慧的一个表现来的 那 如果 如果 你听到 听了别人说话 我们不同意的时候 最好 就是用一些 询问的方式 就是去问一些问题 为什么 就是 会怎么样 如果你用 第二个方法 会是怎么样 那就好过 就是 常常都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 似乎 如果我们说得太快的时候 有时就会很容易 变成攻击 就多过 是一个 询问 甚至乎 是彼此交流的时间 其实 到最后 他都在说几件事 就是 二人的口是怎么样 是似高银 我很喜欢这句说话 就是因为 他说高银 其实有些日本就说 好像纯银一样 二人的舌头 好像纯银一样 即是怎么样 即是那么漂亮 那么贵重 跟着 恶人的心 所值无几 其实就是 You are what you worth 你说的东西 就是究竟你自己的价值有多少 有时我们不是说 我们要说一些 很高尚的东西 我们才说 我们的价值很高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究竟我们的心里面 流露了什么 在这个口里面 就很多人都会知道 很多人都会听到 很多人都会见到的时候 你就见到自己的价值 是有多少 第22节 二人的口 教养多人 愚昧人 因无知 而死亡 其实这个 我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二人的口 能够教养多人 当我们说很多东西的时候 或者我们都要回头 看一看 究竟你说的东西 从来有没有教养过人 或者你自己以为是的 问一问你身边的人 或者你说了很多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在你的口里面 有什么的得着 有没有帮助到人 有没有教养到人 有时我们真的需要 在19节里多多学习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自慧 第二十二节 最后的一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附足 并不加上忧虑 或者是 并不使人加上受烦 这一节经文也是 很多人认识 很多人都会很想要的 耶和华所赐的福 当然是个人都想要 但是在今天这一段整段经文里面 其实我就是选了这几节的去说 就是因为发觉 原来我们要成为 很想得到祝福的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成为一个 懂得去选择行义的人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在甄言里面是选择的 是有一条正路 有一条邪路给我们去选择 同样的 今天我们都见到 二人 要怎样做一个二人 就是因为我们的口 可以决定到 究竟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 我们需要懂得 怎样去 勒住自己的舌头 希望今天 大家记住 一节的经文 我们选一节的经文 去背一背 甄言第十章 第十九节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信 是由自慧 让神的话 继续和我们说话 继续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好 我们今天的灵修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